哈囉大家好我是貴班好久不見了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雖然說上次有更新啦 更新了這兩隻 但是呢相比而言我還是想要先來繼續看一下我們的 Among Earth的連動 好啦不管如何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守護者的部分吧 那守護者的話呢是有人復活時 他就有機率可以獲得一次復活的次數 換句話說呢他的復活次數是有機率不減的 包含他自己本身 然後呢附近的角色護甲跟回復值提高 而且他本身就無視牆壁 跟鬼魂是一樣的 好啦不管如何我們就直接上吧 一樣我們是當武器啦 然後我們在模擬集圈血戰開下去倍數拿起來 隨機升級呢就不要開了 然後隨機事件開一下好了 然後呢顛倒畫面開起來 OK那我們就直接上吧 來看一下這關長什麼樣子 欸這個角色要怎麼給他活下去 好那這邊的話呢比較特別一點 我會選這張然後選 他的能力什麼其實我也忘了 反正就選範圍 然後呢我這個時候就不會選這張 這個時候我會選這張 蘇醒 因為蘇醒的話呢 提供三次復活機會 死掉之後呢還可以變強 而這個角色本身可以一直死掉 所以說呢我會先選這個 那我們就先去買卡片吧 我已經忘記這個角色的技能是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們再拿這個蘇醒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可能就會爆掉了 不對啊技能咧 有了 哇等一下這個技能 這絕對活不下去 這絕對活不下去 拜託拜託 我不曉得太崩潰 我先去拿那個補血的 啊可以穿牆喔 我可以穿牆 我可以穿牆 直接衝直接衝 不管不管不管 先活下去再說 太硬了太硬了 其實硬要講的話 我也不用拿那些東西了 我就直接去拿這個角色的技能出來 不然你看我已經要崩了 好根據投射物數量回血 好來躲一下下 哎呀這個有救嗎 不行那怪物實在太多 怪物根本就沒該你管牆的 你知道嗎 不對啊這真的能火嗎 這角色怎麼玩啊 你跟我說 好升級一下 效果範圍擴大菠菜 那就先選一個 效果範圍好 行嗎 完全忘記這個角色有多悲催 所以該不會才是真正最悲催的角色 不對這什麼東西 哦那個是那個隨機任務的東西啊 嚇到我 活著活著 那我們現在去拿我的那個角色的東西 沒關係死掉了對不對 我們直接復活 而且我們的角色呢 還會變得更強 一咪咪 就僅此 然後我們剛剛現在是五次 哦所以他其實已經沒有 哎那我這隻角色是不是該拿個提拉米蘇啊 啊 反正他就可以無限復活 我復活次數越多是不是反而我能夠活下去的距離越高 所以換句話說 我是不是 來我們來稍微的給小一下 我還是在這裡把六個東西選完 啊不用不用 這個這個這個可以先吃 然後CD是必選 然後這個可以先選一下 等一下 他是磁鐵是不是啊 他只是他只是 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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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過夜 等一下 然後我們去吃個鬼魂 既然都來到這裡 我先把他BAN掉 好我們這邊死掉一次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復活 還有五次 沒錯沒錯 我們的機率還在 那這個就不吃 好繼續走 撐住撐住撐住 他那個傷害到底怎麼做 你跟我說 這要怎麼活 呵呵 這要怎麼活 要不是他可以穿牆 哦一堆愛心 補一下 反正這兩個我都會變超誤嘛 這兩個等一下早晚會消失 我們還可以再選其他東西 到那個時候我應該就活下去了吧 呵呵 應該啦 那我記得沒錯的話呢 他是鬼魂 欸只是把別人冰住而已 我們再下去拿張卡片吧 這個角色等一下再說 啊我去拿那個噴火的 我們現在還有五次復活 好OK 還在還在 一切都沒事 不會有事的不會有事的 那卡片的話 我們一樣選個範圍 雖然說不知道範圍能幹嘛 這個範圍很像永遠不會變大 你知道嗎 永遠不會變小 丟的東西很像也都這樣子 呵呵 好我們死地不知道幾次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再復活一波 我們的血量現在177 我們終於耗掉一次復活次數了 對他復活次數呢 還是會消去的 你知道嗎 如果等一下這一局爆掉的話 我等一下就會先選這個 但是呢 我們先把範圍給他拿出來 來走吧 來 行嗎 然後這裡有個棋絲 這是我初期能夠有傷害的東西 這兩分鐘過去了 我還沒有活下去的跡象 怎麼會這樣 呵呵呵 有那麼崩潰嗎 好 有了有了 傷害有一些 然後效果持續 有有有穿透穿透穿透 然後復活一次就是我的能力嘛對不對 好復活復活 然後是繼續繼續繼續 多一點多一點 然後我最後一個技能我想要選個煉力法球 移動速度那個等一下再說 除非有機會等另外兩個升級潮再說 然後是清除殘骸 投生物那個該選嗎 哎呦有點起來囉 菠菜 好啦菠菜菠菜 好啦我想說是煉力法球 結果還是選的那個 呵呵呵 沒關係這早晚等一下都會過來了 CD給他選一選 然後生命掃描儀 所以硬要講的話 我們要10分鐘之後才能去吃另外兩個東西 不對啊這個技能我記得超爛耶 等一下 呵呵呵呵呵 我記得他超舞之後更爛耶 只是把對手都吸過去而已耶 這活的下去嗎 呃生命掃描儀2秒鐘 好 可是我現在多生命掃描儀啦 然後如果CD給他高一點的話 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先讓我的生命掃描先上去 對對對我晚一點再升超五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的超五有那麼一點點爛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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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爛有一點點爛 我不想要那麼崩潰 好 然後是空白之書CD再高一點點 現在三四三分鐘嘛對不對 然後三等還沒還沒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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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怪物往下丟 哇那個穿頭就這樣那樣子而已喔 對啊 你看這一坨怪物打多久 都沒有傷害 我的天啊 然後鬼魂心靈之助 喔 說不想選這個 但是這是我唯一的傷害 這不選的話感覺等一下很難過 你知道嗎 好 我們有選到這個還可以 然後是CD再高一些些 也快要五分鐘了 五分鐘要去升級一個技能 拜託拜託 給我一個心靈之助 心靈之助 鬼魂 以阿民書等一下 我們現在復活總共是五次 也才只有五次而已嗎 沒有沒有 我們最後可以根據那個心靈之助的東西 然後再復活更多次 對對對對對對 能多一次試一次 這差很多 好 補血 OK 然後生命掃描移 四分鐘 準備要進化 準備要進化 有進化有差 生命掃描移 八等 OK 好 還有30秒的時間 我就先選其他技能 優先給生命掃描 然後菠菜 然後守護 欸不對 沒關係沒關係 不升滿就好 菠菜 其實我這個時候也可以不用升級 我就等一下再吸東西過來就好了 對對對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來慢慢來 我們不要升 不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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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CD又有點快 其實我蠻喜歡他這個聲音的 有一點那種機器運轉的共鳴聲 唉唷 這個CD很像有一點嗨喔 很像有一點嗨喔 讓我想要玩這個沒進化單武器的樣子 感覺應該很開心 五分鐘 然後走 這個時候可以進化 我們的能力會變得比較強一點點 趕快速推 趕快趕快趕快 喔 這一關可以穿牆還蠻方便的 對啊 不然真的有點麻煩你知道嗎 重點是會小迷路 如果他一個小地圖就好了 不用到大地圖 給我一個小地圖我覺得就可以 六七 六五 好 吃 減 發現寶藏 別動 有復活 有那個 好 不急 那我們現在77嘛對不對 我們又有技能可以選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要選那個移動速度 他是不是不會 欸沒有沒有沒有 會死會死 完蛋了 這個技能要怎麼活30分鐘啊 你跟我說 不求30分鐘 我只求到25分就好了 能25分我就覺得是奇蹟了 哇 這個傷害有點不妙啊 對啊 好 嗯 變大一管 然後也沒有穿透多少隻 他都會打你後面的怪物欸 血量加20 我是不是變得比較硬一些些了 所以反而沒有那麼容易爆掉 但是我的傷害真的是超級被吹 大概10分鐘吧 我覺得他進化成超誤之後應該可以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方式先讓我自己再多活一些些 多活一些些 多活一些些 反正我有那個CD可以補血 然後剩下就是等那個CD補血補好就好 然後我去左下角把經驗值都吃一吃 我先把... 先把吃經驗值 先不要吃那個銀戒指 忘記忘記 那個磁力我還是蠻喜歡的 不用那邊走那麼細 不然沒有那個磁力 他吸東西的範圍實在是有點小 4 其實我去找 我去吃那個磁鐵就好 我們可以去打比較弱的怪物 我們就龜在裡面 對對對對對 龜在這裡 然後... 欸? 欸? 哇 這個怪物會直接跑開欸 先吸 額外發售 欸等一下 先選念力法球 等一下再說 5個敵人 然後...範圍 都可以 這就這樣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極限 不是吧 要不是他夠坦 還真的不知道怎麼活欸 我現在復活是6次 好慢慢擠 慢慢等 我現在要是CD夠高 我們的剩下能力就會給他上去 當剩下能力給他上去 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突然覺得這個武器 當武器人這樣也超級噁心的 真的 如果我不超武的話 呵呵呵呵呵 這最好能活啦 你跟我說 然後有個機器人 7分鐘的 我們等另外一個進化之後 我們再去吃戒指 哇 他的傷害有這麼高啊 他完全不會死欸 呵呵呵 完全咬不死欸 我的天 而且他的技能都不會打怪物欸 都一定要打一些很奇怪的位置 也不是說打特別多的地方 對啊 他就挑一個 他通常都是在你背後欸 呃...效果擴大 8分鐘 好 先不升級好了 呃...速度提高 力量提高 效果範圍擴大 效果範圍擴大也沒有用 他只是補其他人 可是我又不會補其他人的血量 很可惜 這個遊戲的多人模式 沒有辦法單武器 然後多 兩把三把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就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唉唷 他的持續時間 有一點嗨喔 8分鐘了 8分鐘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很像也還行嘛 對不對 如果給他撐上去的話 而且他的範圍很像有差欸 對啊 範圍很像有差 不過再說再說 這些都不是我要的 然後現在範圍又變小了 好 那我覺得應該有吸 只不過那也是之後的事情 有我們的數量 很像有辦法打掉一些些 他不會把怪物彈開 9分鐘 快到10分鐘了 這10分鐘有點漫長 可是突然硬要講是死不了 你看他補血也是30滴嘛 我站在這裡都不要動 他很像沒有辦法把我給咬死 除非我選骷髏吧 我選骷髏我選骷髏 然後我現在CD是83% 還不夠還不夠 92...9分 9分20秒 說不要升級 結果吃到這個東西 有點崩潰啊 9分鐘才只有9千隻而已欸 怎麼... 這行嗎 可以嗎同學 9分50 效果範圍擴大 他有變廣 他有變廣 所以應該未來是可以玩的 可預期的 那...走 直接去下面 不打那隻王 麻煩的東西 我現在要的是傷害 沒有傷害真的有點慘 我現在應該可以升潔吧 3...3...中 OKOK好升 然後我們有... 欸? 喔他是小行星喔 喔他是這招喔 他是這個東西喔 那就...跳過囉 所以我想的那個是通風管達人 等一下那我覺得這招有點悲催耶 這可以嗎 呃...束縛兒 護甲 空虛之星 我現在是可以無限復活啦 呃... 看一下好了 經驗值啦 經驗值啦 啊對對對對對 反而沒有選經驗值 那我... 先把這兩個吃一次 省幾個等級下來 唉唷 我以為是那個通風管道 然後把別人吸走了能力 結果...不是 他是清除垃圾 喔那這隻... 欸升上去還蠻強的嘛 我還想說這隻超穩很爛 想說先不升他 那這應該穩啦 這穩了這穩了 可以掛機了可以掛機了 哈哈哈 這可以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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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掛可以掛 呃...超戰少秒數量加1 好這不用管了 來吧 直接給他上到底吧 現在83%200% 那應該是不太會輸了才對 雖然說他的打的方式蠻奇怪的啦 他就是小行星 從左邊過來就是一堆小石頭 然後呢 我們有那個中間那個綠色的東西 他要擊中小石頭 然後會範圍爆炸 這才是 而那些石頭呢 本身不會有傷害 而你看他看到左邊的怪物會有傷害的原因 是因為我範圍的關係 我現在範圍是到156% 然後他本身範圍又在增加 才導致他的範圍變很大 可以再打到旁邊 所以換句話說 只要我等一下的傷害 再大一點點 大到一口氣打全範圍的話 他每一發就直接是全範圍的傷害 哎呀 突然活了耶 突然 那這隻應該還算可以玩 至少 雖然說傷害不足 但是他的回血夠力 而且他死掉是會加防護值 也會加回血 雖然就只加自己角色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會越來越兇 我有卡片了去剪一下 那不就可以選了 現在就是嫌怪物不夠快了 怪物快一點來 我們才可以殺得快一點點 好那我們就四季卡 不用想了 四季卡 OK然後走 然後經驗值升一波 現在74等 再一個 好沒有了先別動了 對啊可是你看他的傷害 距離雖然快啦 但是他都是有一種 游走的感覺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隨機 對他有感覺像有一個中心 然後往其他方向去攻擊的樣 所以我現在範圍還不夠大 所以我要不斷地去升級我的範圍 讓我的範圍頂天才可以 那我等一下去升級 選一下那個左上角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傷害這一幅撥下去 就完完全全撥下去了 那這樣的話我應該可以去打那個兔子的地方 對啊 好升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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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越高 越香 那我們先去繞一圈吧 前面的等級我就先不管了 前面的經驗值我先不管我先不管 我們先去繞一下這個世界 吃 好不管 哇這個範圍 開心了開心了 這個 我們把中間的垃圾都剪一剪 然後那四個東西全部都吃一吃 就完美了 效果 其實速度人家也不太需要選 而且他要穿牆 喔這個時候超棒 我就往箭頭方向走就好了 箭頭這裡 這個不用還有什麼嗎 金蛋已經死了 哎呀突然舒服了起來 好這邊我記得還有一個箭頭 吃 這個時候會受傷嗎 會還是會受傷還是有點危險 先升一下 老實說他的音效雖然說是新的 但也是蠻屌的 雖然說可以換回舊的 不過就看個人 那我們去吃那個 那個 兇手 突然忘記他的ID了 好啦不管如果 我們就直接走過去 人咧 這裡 這個不吃 這個都不用吃 金界 走吧 他應該還沒 這個寶箱 等一下再去吃 也不重要 整個都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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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換句話說 畫面也開始亂了 金界咧 在這裡 柳葉刀 OK好 別急別急 剩下這個 跟這個 金界 工程師 也是蠻好玩的 這個不用 好走 金蛋 金界 又箭頭 好完美了 其實有時候覺得這個等級 是不是要玩點什麼 就這個遊戲的經驗值 他就是加現在的數 升級完之後就沒有 所以像這種加%數的 我應該要最後一顆再升 對不對 現在加66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他們死了沒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能有傷害 我現在最終傷害現在是180幾滴 總覺得這等一下會很 嗨 就 就 就 別急 別急 哇 穩了穩了穩了 沒事做了沒事做了 我們就來這裡吧 你看這打怪的速度多快 一百多隻一百多隻在飆 如果我們離開這裡的話 有變慢 欸沒錯真的是變慢很多 我們先過去撿一下那個寶箱好 竟然都已經出來了 吃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回到我們的老家養老去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就完美了 無敵了無敵了 然後金蛋寶箱吃一吃 該升的升一升 這裡打怪速度真的很快 只不過這個綠色的光環 綠的你發慌 是我的錯覺嗎 總覺得打怪還是沒有很快的感 還是因為傷害的關係 還是因為範圍不夠大 再給他跑一下 不急不急 現在範圍是344% 應該已經夠了 這範圍應該已經到全範圍了 但是有沒有辦法打到怪物出生點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還要吃那兩個嗎 應該不用去吃了 對啊 順便看看 如果在這裡直接被那個技能給麥到 站在那個技能上面到底會怎樣 只有這一隻有這個能耐 我們現在復活已經高達10次了耶 那我們等一下的血量應該很可觀才對 168 有了有了 一百多隻一百多隻 傷害上去了 傷害上去了 處理掉了處理掉了 6萬 經驗值 吃一波 好別動 195的 真是個好玩的遊戲啊 你看那幾隻 老實說 傷害不了捏 不好打捏 8萬多隻 如果這個怪物就好打 然後這邊又非常非常多東西可以吃 然後現在左上角 左下角有一顆圓形的 紅色的 可是我覺得它再強也沒有辦法打那個 然後我們CD應該已經破百了 所以這是這個武器最高CD的樣子 經驗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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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還蠻亂的 老實說 有一點亂 好吃吃吃吃吃 別動了別動了別動了 它就算停住 有耶 它的打怪數量還是有 只不過應該還沒有打到底 應該還不夠還不夠 如果真的到底的話應該 不管如何 它的打怪速度應該都一樣 就算怪物冰住的話 紅運烤雞 人家16萬隻 16萬元 下面怎麼會有個金彈 10萬隻了 我記得上一個角色是32萬隻嘛 紅運烤雞 有了這個任務是失敗的 我就不管喔直接站在這邊 很像也完全沒事 就算你不解任務 也無所謂啦 對也無所謂也無所謂 只是那個東西會在那邊閃個兩分鐘 讓你有點心煩意亂 現在是經驗值 打怪數量怎麼會變慢的感覺 還是我要上面一點點 這個數量會比較多 欸不行啊吃到啊等一下等一下啊 來了一個 不過還好生意等而已 5隻85 呦 好奇怪喔 它那個跳怪的數量 怪物重生的數量 蠻詭異的 真的之後要再把那個 要把冰的ban起來嗎 冰的ban起來 我就是想要來打死神 那冰的ban起來 我的等級又會沒有辦法上去 有點小可惜 好啦先走一段 在冰的時候就走一段 11萬7千隻 是我的錯覺嗎 這個石頭是不是也變超大顆啊 喔沒有沒有沒有 欸 那個大的是什麼東西 還是說它連那個特效 是有包含那個石頭爆炸的部分 然後石頭爆炸的部分 跟綠色的那個是綁定在一起 所以會導致那個東西變得超級巨大 啊我下面的金蛋是怎樣 喔它很遠啦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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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管它 經驗值 吃一波 18分 還想說這個穩爆的 看來這是穩過的 這怎麼可能輸 這到底怎麼輸 可是打怪的數量怎麼感覺有點變慢呢 這是變慢 還是 我怎麼有點看不懂 它會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還是說這裡刷新的狀況有點奇怪 對 它不知道刷一般的怪物還是刷後面的怪物 還是它跳的速度沒有像之前那麼瘋狂 之前是一個一個跳 它現在是 一坨一坨在跳 經驗值 啊忘記吃 其實現在我這樣也都夠本 啊說忘記吃 結果吃了之後已經是幸運了 它是一坨一坨在跳 所以我這樣沒有辦法去比較說 它現在到底是快還是慢 可是已經14萬隻了 18分 19分 我們現在復活12次 所以最終最終我們要靠死神讓我們去死 然後讓我們的傷害給它頂上去 這是這個角色的最終形態 可是也不能靠著那個復活去把王給弄死 有點可惜 經驗值 好 我每次都是剛好變成 數字 變成那個四葉草的時候吃到 但是呢我們才20分鐘 現在已經來到了 311等了 311等了 剛剛發生什麼事 16萬隻 等一下 別指 好 走 17萬隻了 其實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其實老實說啦 我覺得我連吃都不要吃了 我們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就這樣子等到25分鐘 然後我到時候再去吃一波紅色的經驗值 讓我們的經驗值給它飆上去 因為我現在等級再升 也就只是加範圍 但是我個人覺得我的範圍其實已經到底了 522% 對對對 我覺得沒有顯著的差距 而且我這樣在升級的話呢 還會吃到那個冷卻的 冷卻的東西會搞我們 反而沒有辦法打怪打太快 所以我反而不如不動 就回到當初 這個裝備還可以 那我們就是直接25分鐘後再見 對不對 我們就等等見等等見等等見 然後我現在看到一個奇怪的東西 我的血量有在扣 是什麼東西讓我扣血 而且 這裡有一個金錠耶 等一下先不動好了 我們等下一個經驗值再吃 為什麼會有金錠 哪裡來的金錠 其實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秘密 應該有什麼秘密才對吧 可能 剛剛打完的BOSS 還是 對啊 好 不然這是什麼東西 骷髏 好別急 22萬隻 說要加速 結果我還是在這裡 也沒加多少 好 吃 哇結果你看又吃到那個 那就 金錠 然後升個經驗值 123456789 就OK好 這個是紅寶箱 這個不用選 直接跳過 好 奇怪 從來沒有選過那個東西耶 對啊 玩了這麼多 還是這是上次更新之後 順便多了一個小小的分金 還是說要在這裡打超過一定數量的怪物才有 然後我們的殺怪速度其實超快 對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十快十慢 可是整體而言應該是很快的沒錯 剩三分四十 25萬隻了 真的只要在這裡都可以打到三十幾萬隻耶 然後我們經驗值應該不用動 對啊我覺得再動也都浪費了 我們就站著好好看看 說不動 結果他直接給我吸過來 是有什麼東西死在我旁邊嗎 還是說這個樹會做什麼事情 對啊不然的話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那我經驗值也不動 我們就等25分 打完那個大頭我們再動 242 看那個東西卡卡的在跳不是很舒服 如果他可以真正的在跳就好 啊應該是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 右下角的東西 對啦對啦 右下角右下角 然後這次是糖果盒 對啊我想說難怪 還是不要開這個 開這個都會覺得 這是關卡的東西還是什麼 然後這個等太久了吧 糖果盒勒 OK 然後我們現在經驗值 打頭 完全沒事耶 直接被王咬也沒關係耶 算了覺得這個王有點可憐 哇死了耶 這角色有這麼強嗎 好我們去升一波等級 等一下就過來 我們現在升級是15次復活 等一下被死神殺了才遊戲剛開始而已 應該可以多活幾分鐘嗎 至少兩分鐘吧 隨便我不小心按錯 我們現在血量是1235滴 好經驗值 吃一波 好好不要吃了不要吃 就這樣 好的樣子 讚好 然後怪物又稍微變慢了 這應該是石槌的沒錯啦 就算我範圍再大 怪物就算在出生點死掉 還是沒有用 光源啦 光源會出現燭台 燭台打掉會出現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掉了會有東西 結果呢 欸沒錯 怪物就被冰凍了 欸又不能動作了 30萬隻 我還蠻喜歡這個地方的 26分 他其實在打的時候 欸真的欸 他是跟那個特效混在一起 對吧 他其實打下去的時候 石頭還是有消失 就是那個綠點的部分 只不過那個爆炸的部分 是跟那個我們的範圍綁在一起 所以導致那個整個畫面灰灰的 格子超大 我們現在的復活16次了 26分 經驗值吃一波 這裡是不是會無限出啊 就算等一下到時候爆掉了 還是會有東西對不對 好啦竟然都動了 我們去吃一下那個 金蛋 好吃完了 那回來吧 好回家 好別動 566等 這畫面可真瘋狂 33萬隻 27分 34萬隻 我真的覺得以後我大概都會在這裡 這個SOP啊 全部弄完 然後躲在這裡 然後看一下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566等 我覺得我在外面的血量應該不會那麼多 外面的傷害應該不會那麼多 骷髏 28分 這一關很像是要到29分 才會是全紅經驗值的怪物 然後我們現在復活17次 我們血量1355 每一次加10% 其實也沒有很高啦 對啊其實也沒有很高 經驗值 下一波好了 我們下一波再動吧 而且這裡也不會全紅經驗值 這再怎麼樣都是藍經驗值而已 對因為我們都是打這個怪物 好偷偷看一下它的傷害好了 700多 我們的傷害多了7倍 但是怪物的強度4倍 那我們還是變強 相對變強 相對變強 我們的力量453% 453% 所以要講整體而言 它加熱的強度其實沒有很強 386% 28分48 準備 29 好吃 Lag 這個等級 是我錯覺嗎 為什麼突然變成 它怎麼突然變成 欸 再等一波好了 可是都是藍色經驗值 出去一下好了 出去 啊怪咧 沒有怪啊 怪咧 37萬隻 好啦在這裡還是比較爽 算說會爽 最後一分鐘沒有那麼爽 600多等 好升級一波 好別動 再偷吃幾個 差不多了 17次復活 會很多 超多次喔 等一下復活到手軟喔 我們CD現在是200多%了 都浪費掉了 延期又是 結束 好吧那我們就開始倒數啦 這是第一次 還有16次復活 第一次 第二次 還有15次 欸等一下 連續兩次都衰欸 還是他改版過了 然後第三 不是吧 沒有沒有沒有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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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第三次 準備 第四次 血量2000了 好我們這邊還是 有欸有欸沒有很多欸 第五 可是死神還是打不了 第六次 欸跑不過快啊 啊第七 第七第七 我真的沒有一隻角色可以扛得住死神 只有這樣子的死神 然後第八次 十二次 還沒還沒 我們的復活還沒結束 第九次 死亡才更要開始而已呢 然後第十次 現在幾次 還有十一次 十 我現在按下去是按第十一下 補血一下 第十二下 我們現在三分四十秒 第十三下 還有嗎 九次 錢有扣就等於是沒了 第十四下 九百多欸我傷害在飆欸 啊因為我的傷害也會跟著往上嘛 好像是血量5000了 第十五下 每一次賺一趴 每一次賺十趴 重複個幾次 你的資產就爆表了 爆表了 剛第幾下十五下 十六 十六下 十六下 能救嗎沒得救 現在是第十七下 還有八次 完了 這錢都噴掉了 第十七 第十八下 冰住了 爽一下 看一下現在狀況 八一五零 然後第二隻死神要來了 準備要第十九下 說不定我有算錯啦 但是反正就很多下 對這個次數就是很多下 很多下很多下 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第十九 是嗎? 19 兩隻了兩隻了 好久沒看到兩隻了 第20 21 22 死神表示 你媽這個人怎麼死不了啊 22次 23次 我血上次快破萬了 一萬了耶 很像有些新的東西可以玩耶 23 24下 能不能再噁心一點點 25下 死神已經手軟了你知道嗎 還有嗎25 再來準備第26 還沒死還沒死 26下我復活還有兩次 所以還有兩次還沒結束 第27 有沒有扣呢 27 沒扣 我血量現在是一萬九 已經是剛剛的十倍多了你知道嗎 27 28了吧我也忘記了 28 我傷害 有到1000多了 可是應該是沒辦法 打不了兩隻 等他們結束一下 好兩隻又咬我27 28 28吧對不對還是我少串 28最後一次最後一次 應該有機會30吧有機會30吧 30 有 29 29 這一下30 30了 按下去就30 沒有的話就29 沒有了結束了 總算 剛剛血量一萬九沒有看到最後一次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 就只能知道說他真的殺超多次了 然後他的傷害呢也不小 50 581K快要到M級別了 再強個一點點就可以 不過也就是這樣子應該沒有辦法再高了 我們的怪物都已經殺到了40萬隻了 最後拖了一下拖到兩分鐘 第三隻死神要出現 但是沒辦法壓制不了死神 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守護者的感受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呢 到時候如果玩單武器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算蠻不錯玩的 那這樣講起來的話 就剩最後兩隻 那這隻也算一隻 我們到時候也來看看 我們就看這三隻吧 那這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名個讚呢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